下来来看各报头条 新周日报的封面就有写到 卫生部长凯里宣布 政府计划将医用大麻合法化 也就是允许专业医药人员 给特定疾病的患者配药 一般民众不能擅自购买 那如无意外最快明年就能够落实 而马来报章 每日新闻封面的其中一个大标题 和苏陆苏丹后裔索赔案有关 前外交部长丹斯里塞哈密 建议政府成立一个 由本地和外国法律精英组成的律师团 以便更公正客观来看待和解决这场纠纷 他也提醒当局务必要深思熟虑 再做出符合伦理的决定 否则后患不断 而新海峡时报关注的焦点则是 抗通膨特工队主席丹斯里安努亚穆沙 表明综油业者原则上已经是同意 按照当前的综油市场价格 分阶段下调食用油价格 预计未来几天就会落实 那政府重启所有的经济领域之后 各行各业都面对了严重人力短缺的问题 南洋商报的封面就大标题的写道 劳动市场有多达250万个空缺 等待填补 那如果这个情况持续的话 五国恐怕会出现有房没人建 有路没人修的窘境 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工会 希望政府能够设立一站式中心 简化和加速批准外劳聘用程序 来填补市场劳动力空缺 疏解业者的燃眉之急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第二页 有看到说马来西亚厂商联合会总会长 丹斯里苏天来 就建议政府考虑取消外国留学生的逗留期限 允许他们在国内兼职和打工 那另外拉曼大学经济学教授黄景荣则认为 劳力短缺问题是半生熟 经济转型留下来的祸根 真要解决问题 企业或者是政府就要积极合作 走向自动化生产 否则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好我们刚刚有看到的经济课题 接下来看一下 周末要到了 很多人这个时候都会选择看电影来消遣 但是这部电影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会在马来西亚上映了 说到就是漫威电影雷神4 确定在我国无限期展颜上映 直到另行通知 但是本地影院经营者都表示 他们对于延期的原因一无所知 来看一下新海峡时报的这一则报道 电影商协会表示 各大院线都想要知道 这部年度大片延期上映的原因 并且正在向相关单位厘清问题 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 他们都希望这部电影最终能够顺利上映 一些院线预计 国内观看雷神4的人数 可以达到400万人次 那如果电影无法上映 原本会到商场看电影和消费的人潮 将会减少 对于商家来说会有一定程度的冲击 雷神4被指因为出现了同性恋角色 而禁止在中国上映 那至于在五国方面 无限期展延的原因 迪士尼目前还没有给出任何说法 好我们关注了雷神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今天五国的天气如何 看一下气象局 今天的资料就显示 玻璃市 布城 马六甲 纳敏 还有沙拉越 明都鲁 美里 还有林梦 是艳阳高照的 而其他周暑或者是地方中午 或者是下午时分都会下雨 在东海岸的吉达 登加楼 旁河还有吉兰丹 还有就是沙巴斗湖 山打根的民众要提高警惕 因为雷暴雨 天气预料是会持续到晚上的 另外半岛南中国海海域要注意 每小时的风速是介于50到60公里 浪高可去到3.5到4.5米 气象局不建议进行任何的海上活动 包括了捕鱼 而全国最高温33度 最低温25度 这里先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回到八度早新闻 最后继续回到八度早期 到八度早期 到八度早期 攀请 在八度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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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八度早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